按摩的值是什么 如果它的值等于什么 等于Word 所以这里的话我打一个Word 特别注意一下大小写 这个Word 如果是这个值里面是Word的话 那我要必须怎么样呢 把那个Panel做切换 切换的方式你要记得 这个Panel叫什么名称 叫做 这个 叫做Pan PanWord 其实有时候 假如说比较小的案子 没有很复杂 取很简单的123就好了 或者Panel 0102 这样的话你也很好记 写下来程式也很简单 点什么 点这个Visible 所以你打个V Visible 他等于什么 True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打一个True 然后这个地方就把它结束掉 反之另外两个怎么样 就是False 另外两个 偷懒一下 这个因为我刚刚有把它写过一次 这边的话把它复制起来 这边的话 这个比较快一些些 OK 这个地方的话 另外两个就是False 反之的话 第二个判断什么 第二个判断 这个 第二个Else 的话里面 Value 就是什么 里面的字就是 ASP Net 所以这边的话 打ASP Net OK 然后如果是这个的话 相反的这个 他的 这个Panel 三个Panel的切换方式 不一样 所以你把它改一下 把这个改 这个 把它改为 这个上面那个是True False 下面变成True OK 颠倒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Else 反之的话 就是 打一个 这个是True 所以这个地方把True 搬下 把False 搬上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程式写完了 OK 那你可以发现了 到时候呢 我们把它点击的时候 特别是最后你要确认一件事情 有很多同学常常露是这个AutoPauseBack 如果你不是 受为True的话 就点击无效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Run一下 点击之后的话 现在预设 就是Wall 对不对 那如果当我点击 而且有Change 的时候 Change 的时候他会触发 他刚刚的那个 Change 这个Index IndexChange的那个那个那个事件 所以你会发现 点击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有 有 程式 怎么都是 是不是 就是 会不会是这个名称 有的时候常常出现状况 因为他 我判断的是这个名称 我看一下 是不是打错 因为如果说你那个 这个 应该是那个名称 他比对的时候 因为常常那个 这个名称 你要完全一模一样 要发现 什么问题 大小血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如果在